大家好,歡迎收看1月12日星期二的收市Ground 再我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概返 港股低開高走重登28000大關 生物科技股份表現強勢 美股創到新高之後回落恒指低開13點 但昨日的北水淨流入創到新高 加上內地股市向好、種種因素支持之下 港股在跌126點後回升 然後持續有超過300點的升幅 最終在全日最高的28276點收市 創到近一年高位大升368點 升1.3點 至今3日連升近730點 國子哥開高走收報11217點 升158點 升幅在1.4點 科技指數收報8726點 升61點 升0.7點 先看看重磅股表現 有幫在103元的新高收市 撐市大升4.2% 會控制微升0.6% 科技巨頭相對弱勢 騰訊阿里美團下跌0.2%至2.5%不等 小米持續向好再升4.4% 收報33.45元 7.9%的月高收市 急升6.9%表現最佳籃籌股 平保創99.7%的52週身高 收報99.6.5%大升6.6% 太保、重安、新華推升5.4%至7.4% 太平方面創到月高 收報15.52%飆升1.1% 至於中資券商股份也強勢 中信光大中金大升6.1%至9.4% 內地三大電訊商繼續回升 中移動和聯通分別再反彈6.6%以及6% 中電訊有大行暢好又調高評級 股價收報2.19% 飆升超過一城 生物科技股份走勢零利 其中上達生物創到93.75%的新高 收報90.15%大升6.3% 亞勝醫藥方面推升7.4% 康熙樂就急升一城 白濟神州和諾華達成合作協議 今天創到月高 收報184元 飆升近1.3% 今天收視改Round 先到這裡 明天再見